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 看哪 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人要在你中间分取你的略物 因为我必招聚列国与耶路撒冷作战 城必被占领 房屋被抢掠 妇女被强奸 城中的居民必有半数被掳去 剩下的人民必不会从这城里被剪除 那时 耶和华要出去 与那些国家作战 像他以前在战争的日子作战一样 到那日 他的脚必站在对着耶路撒冷 在东面的橄榄山上 这橄榄山必从中间裂开 由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你们要经由我的山谷逃跑 因为山谷必伸展到亚萨 你们要逃跑 好像在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 耶和华 我的神必来临 所有的圣者都与他同来 到那日 必没有光 寒冷和眼霜 那将是独特的一天 只有耶和华知道 那天不再分白昼和黑夜 因为在晚上仍有光明 到那日 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 一半流往东海 另一半流往西海 冬天 夏天 都是这样 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 到那日 人人都承认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全地 从加巴 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 都要变成平原 但耶路撒冷仍必欲然耸立 从地亚敏门到第一门的地方 到脚门 又从哈南夜楼 到王的榨酒池都在远处 城中必有人居住 必不再有毁灭的咒诅 耶路撒冷的人必安然居住 这是耶和华用来击打 那些与耶路撒冷征战的万族的灾疫 他们双脚仍然占地的时候 他们的肌肉必腐烂 他们的眼球必在眼眶里腐烂 他们的舌头必在口腔中腐烂 到那日 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慌乱 他们个人互相抓住对方的手 并举起手来互相攻击 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 四维列国的财物都必被收据起来 有极多的金子 银子和衣服 照样 像这类的灾疫也必临到马匹 骡子 骆驼 驴和在营中的一切牲畜身上 所有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 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并且守住彭节 地上的万族中 凡是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的 就必没有余降给他们 埃及族若不上来参加 就必没有余降给他们 这就是耶和华用来击打那些 不上来守住彭节的列国的灾祸 这就是埃及的刑罚 也是所有不上来守住彭节的列国的惩罚 到那日 马的铃当上必有 归耶和华为胜这句话 耶和华店里的锅 必好像祭坛前献祭用的碗一样 耶路撒冷和犹大所有的锅 都必归万君之耶和华为胜 献祭的都必来取这些锅 用来煮祭肉 到那日 在万君之耶和华的殿中 必不再有商人